每天搭MRT的你 有没有发现最近的列车 似乎比以前更容易延误了 特别是南北线 你是不是总局的时间对不上 其实这不是你敏感 最近陆路交通管理局LTA 开始每个月公布MRT的可靠度数据 而这些数字清晰地告诉我们 一些线路确实没那么稳了 这个问题是不是说明 新加坡的味的系统正在退步 再也配不上群球基建No.1的称号了 今天我们就用官方数据来解答这个问题 告诉你最长延误的地铁线是哪一条 问题出在哪里 以及新加坡的MRT到底表现如何 第一张谁是最容易延误的地铁线之王 先说整体表现根据最新数据 新加坡的MRT系统在9月 平均每167.1万公里 才会有一次超过5分钟的延误 但和7月的181.8万公里相比 这个数字已经连续两个月下降了 这无疑让很多人开始觉得问题值得关注 具体到各条线的数据中 最不稳定的当属南北线 从前年底的248.5万公里 直接掉到了123.6万公里 几乎是腰斩 过去几个月这条线上出现的典型延误事件 比如乌兰道易顺的40分钟延误 纽顿到洪茂桥的一系列问题 让这里的乘客最有切身之痛 相比之下东西线就稍微好一些 9月的性能还略微改善了一点 达到了169.2万公里 而表现最惊喜的环线则从 124.5万公里提升到148.9万公里 进步相当显著 滨海市区线一直稳居第一名 9月达到276.8万公里 常年保持着无人能敌的可靠性 此外东北线波动较大 虽然它曾创下过400多万公里的历史记录 但因8月的一起严重事故 9月仅回升到215.8万公里 而汤森东海岸线仍处于分段开通中 所以其数据相对不稳定 9月表现仅为28.7万公里 总的来说 南北线确实是最近延误最多的一条线 如果你生活在北区 那最近搭个地铁确实让人感到有那么点焦虑 第二张短期不稳是不是意味着系统退步 短期内的不稳定 其实并不代表MRT系统的整体退步 原因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解释 首先老旧线路的大规模 更新是一个无法避免的挑战 南北线和东西线作为最早进程的两条线路 服役时间超过30年 目前正经历一系列深度升级 比如轨道系号系统 及转折器的全面更新 每一次施工和调试 都会对系统稳定性产生一定影响 这种波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将来更好的表现 是升级过程中的阵透 其次疫情后的客流快速反弹 也增加了对MRT系统的压力 乘客数量不仅恢复到了疫情前的水平 甚至在高峰时段出现了超过以前的现象 人流量的增加导致每一次延误 影响的范围和人数都在扩大 使得MRT的问题更加显而易见 最后LTA数据公布频率的 改变也让短期波动更加明显 自从落塔将数据公布从每季度一次 改为每月公布一次后 各条线路的表现波动更容易被发现 虽然绝对值可能没有太大变化 但相较以前的三个月平均数据 现在的单月数据让人们更关注细节 并不是问题增多了 而是透明度让问题更清楚 更显而易见 第三章新加坡还有资格说No.1吗 虽然我们感受到了一些短期波动 但如果放在国际范围对比 新加坡的MRT依然能在多个指标上排进世界前列 就供给率而言 新加坡在9月达到了99.83% 虽率低于香港的99.9% 但与台北捷运几乎持平 依然是全球顶尖 而相比巴黎的99.35% 这样的表现显然要优秀不少 在准点率方面 新加坡整体保持在99%以上 与台北并列超高水准 远超伦敦纽约和悉尼 综合这些数据 新加坡的MRT整体运营能力 始终保持在全球领先级别 即使某些单一数据与其他城市稍有差距 但稳定性和可靠性仍然是其优势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改进的空间 任何先进系统都需要持续优化 但新加坡MRT的高标准无一对 提升基建水平起到重要作用 也阐释了为什么新加坡依然 可以被看作群球基建No.1 第四章 延误的真实影响与MRT的社会意义 虽然技术指标显示 新加坡MRT是相对可靠的 但对于普通乘客来说 延误的影响才是最直接的问题 今年新加坡发生了7次严重延误事件 持续超过30分钟 这些事故的受影响人数 有时高达数万人 比如8月东北线的一次事件 就导致超过5万人出行受阻 相当于当日客流的9.7% 延误直接改变了通勤者的生活安排 有些人因此错过了重要的会议或考试 这些数字虽然看似冰冷 但他们背后却是切实的生活不变 MRT早已不只是交通工具 更是新加坡这个高校社会的象征 对于大多数依赖公共交通生活的人而言 MRT的不稳定 能轻易影响城市的运行节奏 无论是上班的白领 还是机场的接驳旅客 LTA通过每月公开详细数据的方式 正展现新加坡对透明度和持续改进的承诺 这种治理水平充分说明了 为何新加坡能够持续站在全球基建的前列 如果你觉得最近新加坡的MRT没以前那么稳 你的感觉是对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本身在退步 这些疲软的数据背后更多反应的是 一个基建体系在进行深度修复前的振透 老线路的升级 更透明的数据 更细致的运行调整 都是对未来更稳定可靠的系统的必要铺垫 对于每天依靠公共交通的市民来说 MRT没改善一公里 我们的日常生活也就更轻松一分 所以当下的不稳 其实是在换取我们未来每一天 更稳更准时的生活 如果你也对新加坡基建的表现和数据感兴趣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并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未来了解更多 关于新加坡的深度分析 谢谢你的观看